北京时间1月28日,刚刚夺得2014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李娜回国后,不仅有官员接机,而且还被湖北省政府奖励80万元。 不过无论是从官员手中接过80万元奖金,还是面对自己的恩师于力乔,李娜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冷淡,没有露过笑脸,很多网友认为这是耍大盘。 但也有网友认为事出有因,该网友指出,李娜的态度或源于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的一段往事,当时江山李婷获得混双冠军,而李娜仅获得季军。 颁奖时某位官员或许因不满李娜成绩,在收与铜牌后趁机狠狠杀了李娜左脸一个耳光,被打后李娜还捂了左脸。 全关注视频